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例题 现在要证明一个椭圆偏正平面电磁波 可以分解为一个右旋跟一个左旋圆偏正波 Part B就是一个圆偏正波 可以有两个相反方向的椭圆偏正波 从叠而得 那这个我们就假设椭圆偏正波是这个 椭圆偏正波它的定义就是 EYX EOY跟EOX不相等 笔字不等于E 然后FACE FACE随便什么FACE 不等于零也不等于π 不等于零也不等于π 那么这就是椭圆偏正波 那这个EX我们说EOX EOY跟FACE是不等于零的常数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配成这个形态 配成这个形态 这个就是它 你把这个AX沉进来 AX沉进来 就是说你这个乘一个AX 再乘一个JAY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项 你先来看看好了 这个乘这个 这项称AX就是它 再加上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称第一项 这个称第一项 也是它 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倍的它 然后其他的 你看这个 称AY 这个也称AY 称AY 加起来 就是这项 然后当中的 这个 称这个 跟这个 称这个 跟底下的这个 就消掉了 就没有了 就是我们配成这个样子 配好以后我们就说 这个坡 就是右旋圆偏正波 这个坡 就是左旋圆偏正波 我们把右旋圆偏正波写出来 我们证明它是右旋圆偏正波 你看 它的Face 它的Amplitude 都是这个 这个可以当做Face 它的Face Difference 你看 这个 这个可以当做10X 这个也可以当做10Y 对不对 10Y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式子写成这个样子 多了一部 多写一部 好 这个时候 就是说这个是X Component 这个是 这个称这个X Component 这个称这个是Y Component 好 那这个正波 那这个正波 EY E 0Y Prime 就这个 成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E 0Y Prime跟E 0X Prime 一样的啦 是E 但是它们之间的Face Difference 你看这个Face Difference 就是Fu J嘛 Fu J就是 Exponential Fu J 就是等于 就是Delta 就是等于这个 Fu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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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Fu J Fu J 这个是零 所以就是Fu J Fu J Fu J 那么这个 所以这是什么 右旋圆篇 左旋 也是一样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B就好了 不需要 不需要写这一部 这个 同样背这个出 E 然后 然后 这个 刚刚这个是 后面是Fu的 这前面是大小 这是它的大小 都是 一样的 就是零 它的Face Difference 就是 J二分子排 减掉 X 减掉这个零 那就是 正二分子排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左旋圆篇整 左旋圆 所以 我们就证明出来 一个 椭圆篇整 平面电磁波 分解为一个右旋 和一个左旋 圆篇整波 再来我们就 说一个圆篇整波 可以是一个左旋 椭圆篇整波 跟一个右旋 椭圆篇整波 合成而得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形态 配一配 配成这个 这个加这个 就是这个 那我们说 这个就是什么 右旋的 Elliptically polarized wave 右旋 这是左旋圆篇整波 那为什么是 这个是左旋 这是右旋呢 那我们就 就来看看 这个波 代表这个波 好 这个波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大小 这个是负 这个是二 这个是二分之一 A就等于 A就等于二 一零 被二分之一零 除之四 Delta呢 就是负J 负J是 负二分之百 这个是一 就是零 那么 这个就是负二分之百 那这个就正好是什么 右旋 Delta是负二分之百 就是在 负面的下半面 这是一个 右旋 那么 左旋 这个 这个 证明它是左旋 很好证明 它的大小 是一 一零 比上二分之一 一零 这是二 然后它的负 这个是J 这个是零 J就是二分之百 所以是二分之百 因此它呢 是在负面的上半面 所以它是一个 左旋 拓圆片 增破 好 我们现在假设一个 左圆片 左旋 圆片 增破 为什么 左旋 大小 大小是一 这个相差二分之百 所以是 左旋 圆片 增破 我们可以把它配成这个 形态 你们回去自己配一配 配一配 你看你这一项 成这个 加上这一项成这个 就是这个 后面这一项 加上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就是左旋 拓圆片 增破 这个是右旋 拓圆片 增破 那么我们把这个 好 我们看这个 大小 是二比上 二分之一 二一零比上 二分之一零四 它的 非是零 这个是二分之派 是正二分之派 正二分之派 就是左旋 圆片 增破 那这个 看这个 这个里头 大小 一比上二分之一 就是二 那这个是 负二分之派 减零 负二分之派 所以它是一个右旋 圆片 增破 就证明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这个立体 一个右旋 圆片 增破 的向量式 这个 右旋 圆片 增破 你看 是不是右旋 比大小 是一样 Face difference 是负二分之派 所以是右旋 圆片 增破 入射于Z等于零的理想导体平面 反射波的偏真状态是什么 求你这个时候反射波的偏真状态是什么 求导体平面的电流密度 它射到导体平面 它反射回来 所以它有表面电流 今天要问 总电场的实学形态是什么 我们有已知入射波的电场 可以求得入射波的磁场 电场是这个 以知入射波的电场 那我们就求H场 H场就用这个球 用这个球就好 它就等于AZ cross这个 这个就等于AZ cross AX 是AY 那AZ cross AY 是负AX 负负的正 所以H场是这个 好 这是入射波是已知 我们现在就 要看它的反射波 反射波我们都不知道 它的正符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假设是这个好了 传播是向负Z的方向 这两个我们不知道 不我们用边界条件 连续条件 就是总电场 它的切线分量 区域一要等于区域二 所以在界面 第一区的总电场 跟第二区的总电场 这切线分量要相连续 好 这个加起来 等于零 一T 这是第一区的 tangential component 这是第一区 入射波的tangential component 反射波的tangential component 在Z等于零的地方 Z等于零就是一了 Z等于零 前面那个 这里有写出来 那就是一零 这是零 这是入射波 这个是反射波 我们不知道 就写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要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这一项 就是x分量 要相当 y分量 要相当 所以erx 就等于负的 10 ery 要等于正的 j 10 所以反射波 所以反射波 反射波是这个东西 反射波 你现在 我们假设这个 你就把这个字带进来 这个字带进来 所以他就等于 这个是负10 这个正1 哪有个j OK 为了就看得清楚 就画成这样 其实你就这么看就好了 他的这个 骗正波 你看这个 大小是1 负1 就可以写成 exponential jπ 这个 10 大小 这个可以 exponential j二分之π ay 外面是这个 好 从这里 就可以看到 他的 骗正状态 正幅的比值 正幅的比值 10比10等于1 face 二分之π jn 就是负二分之π 所以它是什么 1 然后这是负二分之π 就是右旋 如果是 入色波的话 它是右旋 不过它现在 是往z的负方向行进 所以它就变成左旋 按照 按照 按照波的行进方向 如果这是 这是负的 正如果 这是正的 如果这是负的话 它就是 右旋 远 变成波 但是现在这个是正的 你要站在这个 反方向看 因为你正方向看 这样 反方向看 你就变成 就变成这个 左旋 圆面 它正方向是 右旋 你反方向 你看它过去 往负方向行进的话 你在那个方向看 是右旋 你这个方向看 它就是 左旋 反色波的磁场 是这个 反色波 这是入色波吗 反色波的磁场 用这个算 这个算出来 是等于这个东西 中磁场是这个 反色波的中磁场 好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 磁场 入色波 跟反色波 加起来 中磁场 应用边界的条件 因为我们现在要求什么 求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要用这个 H场的连续条件 所以我们有H场 H场的连续条件 N2 cross H1 等于JS 因为 第二个导体是一个 Perfect Conductor 所以H2等于0 所以只有这一边 那N2呢 第二个导体往这里 Pose往Z方向行进 所以跟它的相反 就是负AZ的方向 到底表面的 表面电流密度 就是这个电流密度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N2 负AZ H1 0 这个 这个是0 Z是0 那就是2 那就是2了 2了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cross一下 A2 cross A1 A1我们先把 向量还写向量 AZ cross AY AX变成AY 负AY AZ cross AY 是负X 变成正X 变成这个东西 J 其实就是这个 Current Density 要用磁场 总磁场来求 总电场的向量形态 总电场 入射波加反射波 我们刚刚求出反射波 我们可以把这个 AX合并在这里 AY的向 合并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你看这个 Exponential 负J KZ 减到Exponential 正J KZ 这就变成负2J Sine KZ 这个呢 你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 我刚刚这个是AX OK 没关系 这个J拿出来 Cosine 这个值加这个值 是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 负的沉进去也没有关系 它是Cosine KZ-J3KZ 这个沉进去呢 那就是负JCosine 它有个简介 再来一个负J 就是变成负J 负Sine 这个呢 也是一样 它这个是 等于 Cosine KZ 加上J KZ Cosine KZ 加上J3KZ 那J乘J 就变成 变成正的 J 负Sine 负Sine KZ 那这个呢 负Sine KZ 这个是Cosine KZ 减掉 Sine J Sine KZ 那这个就变成 加上J Sine KZ 那么 J乘J 就是负的 OK 这个也是负的 这个也是负的 那就是 变成 两倍的Sine KZ 那么 我们把 负2 10 提出来 里头 这个 加这个 AX 这个 加这个 这个是它的 向量形态 实现形态呢 是这个称 Exponential J Omega D 取 实数 取实数的话 我们把这个 称这个 这个是Cosine 的话呢 这里有个叙述 那就没有了 那Cosine 就是 只有这一项有 如果是Sine 的话呢 我 这两边都有 那这个是Cosine Cosine 没有了 Sine 有 Sine 的话 它是加上 J Sine Omega D 就是负的 负的 这个就等于 负负的正 Sine Omega D 那这个呢 三Cosine 它前面是 就是Cosine 就是Cosine 前面是 世数 所以 它的 总实现形态 就是这个字 好 上面是 这个立体 再来 我们就看 偏正坡的 pointing 向量 假设有一个 偏正坡 是这样子 偏正坡 这个是 X Component 这是 Y Component 这是X的 Amplitude Y Component 它们之间有个 Face Difference Zeta 这是Zeta 对应的磁场 我们就用这个 设置来算 这个设置 A Z Cosine AZ Cosine 它就等于 这个东西 A 负AX 加上 AY 因为AZ Cosine AX 就是 AY AZ Cosine AY 负AX 所以 就变成 这一项了 这个反而在 X Component 那么它的 它的Star Compressed Compressed Condjugate 你取它的Star 那就有J的地方都变符号 有J的地方变符号 没有J的地方就不变 我们看它的 Pointing Value Average Value 是这个二分之一real E cross H Star 那它就变成real 这一项 你把这个前面的E跟H Cross以后 就变成这个 那么它的Face 因为这里有个Star 所有的Exponential J Beta什么都等于0 剩下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AZ 提出来 现在去real 去real的话 那这个可以变成Cosine Ceta A 减掉Jsine Theta A 那J的相就不要了 就去Cosine就好了 所以它就是Ex平方 叫Ey平方 这个是 这个是偏正波 偏正波 它的Average Power Density Average Power Density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在空气里面 像Ex正方向传播的电磁波 它的电场是这个值 有Y component 有Z component 它是朝Ex方向传播 所以要注意 求这个波的 波的向量的平均值 那我们去看H长的向量 它是A Y 八个 Exponential 负Beta 0x 这边是A Z12 这边是A Z12 Exponential 这个有J变一个符号 这个有J变一个符号 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 这是 因为这个是H长的Y方向 就是Y component 所以 这个是它的HY0 这个是H长的Z component 因此这一项 是H长的Z H长Z方向的Amplitude 所以这个等于8 这个是12个M Amplitude HX对应的X 就是说这个H长 我们刚刚求出来 对应的电场 用这个算 Fu eta 0 A X 行进方向 Cross Z 你把这个带进去 Cross Z 变成这样子 现在反而是什么 这是Y方向 这个是Z方向 那电场的Y方向 它的Amplitude 我们先把它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好 这是A Y 我们把这个 变成 它的Amplitude 称上这个 这个是一个Amplitude 称这个 所以比较之下 就是E 0 Y 它是12 称A的0 12称A的0 那这个是10Z 是8称A的0 那刚刚那个 是我们过去了 没有看到 现在再回头来看 你看 HY是8 好 HZ是12 所以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HZ 这个就是HY 好 这是HZ的这个 这是电场 相当于这个东西 平均功率流 带入这个式子 二分之一 Real E cross H star 等于这个字 这个我们前面算过 对不对 我们在算Pointing 相当的时候 算过 等于这个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好 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把 E 0 Y 变成 8 0 O Z 称进来 就是平方 这个 这个 E 0 Z 变成 8 0 H O Y 就变成 这个平方 那么 我们现在把 二分之一 乘上 377欧姆 把这两个数字 带进去 最后得出来是 39.2 方向是朝 A X方向 传播的 这平均功率密度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 立体 有一个 仓位L的垂直 电偶极矩 偶极子 这是一个天线 放在 原点 指向Z轴 天线 垂直的 指向Z轴 带有 电流是这么大 空气中 据天线R 远处的电场 假定是这个 那这个里头的 E 0 它告诉你 是等于这个 值 A 0 就是空气里头的 自由坡主抗 Beta 0 就是 2π of Lam 现在要求 现在要求 与 与 电偶极 与 与电偶极 就是这个电偶极 相距 两个Lam 两个颇长的 这个地方 它的角度 有三种角度 一个是C等于0 一个是C等于90度 一个是C等于45度 这三个地方的偏正状态 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这个 天线在这里 天线在这里 那它现在看 这个地方 C等于 这个地方C等于 是一个C等于0 一个是C等于45度 一个是C等于2π的地方 它的这个 偏正方向是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在P1点 P1点 这个θ应该 这45度应该不是这么算 45度我写错了 应该算这一遍 算这一遍 从这里算过来 45度 这个是0 这个45度 这个是90度 这个图搞错了 好 我们把这个 R等于2 那么 θ等于0度 β0 R β0是这个 R是2π 是等于4π 带到10 这它给我们的 你带进去了 它这个就是 E1 2π 0度 这个是 R 方向 R component 因为 你现在是0度 这个就没有了 只剩下这个 所以它就是 R Univetal 10 Exponential -J βR 是Exponential -J 四分子π R 是2π 所以R 平方 是4π L平方 被这个2 约到一个2 就变成 二分子π 所以 这个就是等于 Exponential 零度一样 就是1 所以它就是 10 over 2 平方 它在这里 它的方向是什么 圆到R的方向 它在这里 圆着 这个半径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偏正就是这个方向 其实它就是 圆着Z轴的方向偏正 Z轴的方向偏正 OK Z轴方向偏正 P2点 R还是 半径还是 二分子Lamma 那么 phi phi 我们不管的 那么这个 θ是90度 90度应该是 这个地方 θ应该这么算过来 OK 对 你看它 θ component是这样算 所以θ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狮子 带到 原来这个狮子里头去 10 这个都在 那现在是90度 90度这个等于 0 只有这一箱 所以它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这一箱 只剩下θ方向的 这一箱 你把这个字带进去 这个字带进去 θ的方向 在这里 θ的方向 这个就是什么方向 就是Z方向 也是Z方向变正 它θ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10 J 没有问题 J0 Beta0 我们知道 它是2π overlemna 然后这个是 等于这个字 然后 这个 2R 它这个是R 这个是R平方 现在是2 化解以后 得这个字 这个还是1 所以它 偏正方向 就是这样的 这个方向 然后这个方向 偏正 我们再看 在P3点 就45度这里 45度这两个都有 这个还是这个 不变 45度 反 把这个带进去 E3 就是这个 那等于 E0 JBeta 就是 J Exponential J4π J4π 这个是R Univant 这是2分之 更好2 你把这个 带进去 Beta0 这个也是2分之 更好2 带进去 就变成这个字 这个字 你再化解一下 化解一下 104分之 更好2 这个 Lamna平方 都可以提出来 这个称之下就是2 因为2跟 更好2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更好2 2更好2 Lamna平方 里头这个就是R加上θ方向的2π 乘上J二分子π 因为它这里有个J 这个J就是exponential J二分子π 这个是一个左旋 椭圆 拼正破 左旋 因为它的政府不一样 它的相差2分子π 正2分子π就是左旋 就是这样子 左旋 往我们这边来 它就是这样子左旋 那么前面两个都是线偏正 这个是左旋 圆偏正 第七个 这个 立体 是正圆偏正波垂直入射于理想平面导体的表面 它的反射波的偏正方向跟入射波相反 假设理想平面导体位于Z的零处 从空气中正向正Z方向行正的圆偏正波 我们假定是这个 你看这就是向正Z方向行正 这有个正负就表示我们左旋跟右旋都一起看 假设反射波是这个 它这里是负的正的 不过这个C1是已知 这C2是不知道 反正在圆偏正波 两个正负要一样 所以这一定是C2 空气中合成波 这两个加起来是等于这个波 好 我们看 理想导体内的总波是零 因为它理想导体 所以切面 两个区域电场的切线分量相连续 像连续X跟Y都是切线方向 所以这个Z等于零 这个Z等于零 加起来要等于零 所以C2要等于负C1 所以反射波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入射波是这个 这是我们把入射波重写一下 大家可以看了 反射波跟入射波 你看 入射波的形态是这样 反射波的形态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你看它是一个原片正波 因为正乎彼此是等于一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正乎等于一 你这个是正 这里也用正 这里负 这里也用负 因此就是说 在波的行进方向 入射波跟反射波 偏正方向是一样的 可是因为前面这个条件都一样 这个负是不一样 看到没有 它这个是向正义方向传播 这个向负责义方向传播 正义方向传播的 如果是右旋 右旋 那你反射的 就是你从它后面看 你从前面看是右旋 你从后面看它 它就变成左旋 就变成左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形就是这样 这是入射波 这是反射波 比如说你在这里看 它是左旋 左旋 这个波看起来 它是因为它朝这边看了 所以你的波 就要这样子看 就变成右旋 但不只指向波的传播方向 这个是右旋 那这样看起来就是变成左旋 反射波就变成左旋 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 第六章介绍完 我们下一次介绍第七章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 这边看着就这样子 感谢观看 再次进行